而在花蓮市代会四号是进入了第一轮市政总质询议程 而分别有杨哲峰、许愿神、韩梅林、萧明龙等四位代表来依序进行质询 也针对了花蓮市的垃圾问题以及多项工程提出建言 花蓮市民代表会市政总质询议程四号首日登场 在主席苏美珠敲锤过后 是由市民代表杨哲峰开始进行质询 他是针对活化市区闲置空间及加强公共设施友善度等多项议题提出建言 克莱堡这边是很多民众很多商圈的店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所以哲峰这边继续的追踪克莱堡的境况 并且去让行政室说明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形 让民众也了解到我们现在克莱堡面临的问题以及困难 那再来哲峰这次有针对消防通道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就有反应说消防通道没办法停车的问题 那这次也请建设客出来说明这部分的相关的法规以及法令 花蓮有非常多的大型活动大型赛事 那大量的观光客涌入花蓮的时候都会面临到厕所不够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逛街啊有观光客来在逛街的时候 那找不到公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施工所有怎么样的一个作为 那希望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友善公车可以出来 这样让大家可以使用 而市民代表许愿神则是针对七星潭岸边的海漂垃圾 及四区水垢盖老化等安全隐忧提出观点 就是排水垢盖这个老化的事情 我也很早很早我就谈过这个事情了 因为有穿高跟鞋的或者是怎么样一踩就是踩经济 就是这个脚就是会受伤 我们我们施工所已经已经在研究改进了 而且海漂垃圾 我几乎十几年来几乎在南北滨公园 在那个那个七星潭公园 或者是在任何这个海岸 我市场在注意很多很多 你要通知这个海星署或者是到底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是那个五星期是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 是是那个潜水中或者是那个移垒炸弹 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是哪一个哪一个海星的 是借着什么东西来侵入到我们这个这个的 这个的五星期那个 我是在行手的时候 我是在行 海岸检测射是看到的 市民代表韩林梅则是针对 华联市垃圾的后续处理问题提出建言 并关切看似没有进展的农兵桥 目前的施工情形 花莲市现在每日的一个垃圾量是将近65公顿 这个是不含回收的部分 如果含回收应该更不止 那我们针对宜兰立者焚化厂这个部分 它的垃圾为什么不收 其实 从多久就没有收我们花莲市的垃圾 应该从去年年底左右就开始了 它是逐步来降低那个垃圾量 降到现在一天十吨 坦白讲一天十吨 刚刚已经讲到 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碳化的部分 怎么样透过一个低温的碳化 让我们能够转飞为宝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吗 它分解出来的部分有没有 有石油有瓦石 这个都是创造经济价值的 这个真正的资源回收 所以碳化之后是还有钱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假设花莲县政府可以很重视 我相信就解决所有花莲县的垃圾的问题 最后是轮到市民代表萧明龙进行咨询 他除了关切原住民部落聚会所的后续规划 也对多项公共工程提出建言 有关机会所的事情 真的感谢市长 非常的关心跟重视 一部落一个机会所是我们部落所期盼的 但是我们市公所协助了我们这个部落 称极了这个机会所 非常的感谢 今年已经从动读 跟这个已经有三个单位了 那未来还有两个单位会继续动读 那么第二个 左仓公墓 左仓公墓未来的规划 本期非常的重视跟肯定 是从76年以来一直到现在 从900多座无足墓的 现在已经签上只剩9座 所以这个公所的用心很好 未来规划为左仓运动公园 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那几次就是殡葬所的问题 殲葬的问题 从这个台铁事故以来 我们发现我们殡葬所是无法附和 这个不符使用 那我希望就是说 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生命园区 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希望尽快地找到 这是本期所要关心的三个项目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建言及疑问 公所相关客室主管 也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 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